- 筆記本的開機流程 - 筆記本的開機流程 - 我們一台電腦 - 主要開機過程主要有三大步驟 - 筆記本完成開機 - 有三大步驟 - 三大步驟 - 第一個是靜態 - 第二個呢 - 是動態 - 第三個是開機尋止 - 開機尋止 - 各位同學 - 還有一個事情要跟各位講一下 - 強烈建議各位 - 跟我們實地培訓的同學一樣 - 因為各位是現在是交了錢的 - 你開始準備一個本是吧 - 還有筆 - 真的 - 過幾天你們收到主板之後 - 你這個東西一定要做筆記 - 真的是用筆和紙寫的 - 不要截品了 - 我強烈建議各位 - 用筆 - 用本子 - 做筆記 - 明白嗎 - 真的要做筆記了 - 為什麼 - 你現在交了錢 - 我是真心的想把各位 - 帶到一個高度 - 然後 - 還有一個 - 好記憶不如爛筆頭 - 因為你開始 - 後期我想帶著大家實踐的 - 我想帶著大家實踐的 - 你要真的開始修東西的時候 - 你有時候你會把筆記翻出來看一下 - 明白嗎 - 開始怎麼測量 - 都要最好是有個本子 - 有個筆記 - 能翻出來看一下 - 強烈建議各位趕緊準備一個筆和本子 - 真的要跟實地的同學一樣 - 做筆記了 - 明白嗎 - 同意我的觀點嗎 - 各位 - 如果同意趕緊回復個1 - 一定要買本子做筆記 - 對 買本子做筆記哦 - 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有多少人準備了筆和本子 - 因為後期我想帶各位修的 - 修的過程中有一些經驗的東西 - 有時候就是一句話帶過了 - 但是假如說你有個筆有個本子 - 也許我還沒有寫到電腦上 - 沒有這樣展示出來 - 但是我隨意的一句話 - 你們問到了一個很小的經驗的東西 - 但是你就可以立馬你認為這個經驗重要 - 立馬就寫在你的本子上 - 因為這個時候一個經驗或者怎麼樣子 - 會讓你怎麼樣呢 - 少走很多彎路 - 那些經驗都是怎麼樣 - 都是通過積累的 - 怎麼積累 - 就是你情記 - 情思考 - 明白哦 - 有時候你還不知道它什麼原理 - 但是你就先把它記下來 - 記下來 - 等一下你按照這個東西做了 - 真的把這個東西給修好了 - 這個東西就經驗 - 做過N多次之後 - 它就明白了這個道理 - 俗人生巧就是這麼個意思 - 教材上的東西是我寫的 - 但是教材上的 - 怎麼說呢 - 沒有我講課講的仔細 - 假如說我後期可能會編 - 再重編教材 - 因為教材那個時候編的 - 編了有一兩年了 - 有一年多了吧 - 也不斷的加了一些東西 - 但是實際上我上課 - 我是從來不按照教材 - 教材你們可以拿去參考 - 我在對講課是有很多延伸的 - 因為每個人問的問題不一樣 - 每一批學生不一樣 - 我每天接觸的板子 - 接觸的故障又不一樣 - 但教材編在那裡就編在那裡了 - 是會不定期的去加一些東西 - 但還是沒有課堂上來的靈活 - 來的隨意會展現出 - 延伸出很多東西出來 - 就是這個意思哦 - 好 我就開始了啊 - 然後總體分為三大步驟 - 今天晚上我是跟各位簡介一下 - 然後後面呢就開始仔細仔細的講 - 這每一部分的工作原理 - 每一部分的電路 - 今天晚上是簡介一下啊 - 稍等一下我想把我講課的這些錄音呢 - 到時候也生成錄音 - 如果視頻延遲的話 - 我看是不是把錄音先發給各位 - 我用手機錄一下啊 - 好 我們繼續 - 筆記本開機有三大步驟 - 第一個叫做靜態 - 什麼叫做靜態 - 靜態是什麼呢 - 我先解釋一下靜態啊 - 靜態也就是說我們那台筆記本 - 插上那個電源設備器 - 筆記本插上電源設備器啊 - 插上電源設備器 - 未按電源開關 - 未按電源開關 - 主板已經有一部分電路工作 - 主板已經有一部分電路工作 - 這一部分被稱為靜態 - 筆記本插上電路工作 - 體為靜態 - 體為靜態 - 或者又稱為等什麼呢 - 體為靜態 - 體為靜態 - 又稱為代極 - 明白哦 - 又稱為代極 - 又稱為代極 - 這就是我們的靜態 - 也就是說你把那個 - 示威劑給你插上去 - 你還沒有按那個電源開關嗎 - 不按那個電源開關 - 那裡面有時候你插的 - 插過去之後 - 有的筆記本就會有一個小的指示燈 - 是不是 - 有一個小的指示燈就亮了 - 那個指示燈亮就代表 - 雖然你沒有給這個筆記本開機 - 但是它裡面電已經是流進去了 - 並且有一部分電路工作了 - 這部分電路就被稱為靜態 - 靜態有三大電路 - 靜態有三大電路 - 這都是我們後期要講的 - 今天是總體介紹嘛 - 有三大電路 - 所有的主板 - 不管你是什麼品牌 - 它都會有這三大電路的 - 第一個 - 主供電產生電路 - 主供電產生電路 - 主供電產生電路 - 好我們現在在講課的過程中 - 我就把這個視頻給關了 - 因為這個視頻非常耗那個 - 文件的大小 - 到時候錄下來太大了 - 我們需要的時候再把它點開 - 主供電產生電路 - 主供電產生電路 - 主供電產生電路是什麼呢 - 就是電源適配器的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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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總體介紹的 - 是針對所有的機制 - 電源適配器的電 - 電源適配器的電 主板 上 电路 首先 将该电压 转换成 主板主供电 转换成主板主供电 转换成主板主供电 为主板后续电路提供工作电压 提供工作电压 这是第一个 主供电 产生电路 第二个 还会有什么呢 EC BIOS 工作条件产生电路 EC和BIOS工作条件产生电路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主供电产生后 紧接着 EC和BIOS 要工作起来 EC和BIOS 要工作起来 它工作起来干什么 因为 我们主板中 所有电压产生 都是有先后顺序 这个先后顺序 在哪里呢 在我们这个BIOS里面 存储着 明白 在我们这个BIOS里面 存储着 好 我把录像打开 把摄像头打开 它在我们这个BIOS里面 存储着 BIOS是哪个东西 看到没 就是这个 这个芯片 我们上电的 所有的先后顺序 都在这个里面存着 明白 都在这个里面存着 所以我们的主板的 主供电产生 第一时间 要赶紧让它工作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 那个先后顺序 在它那里 还要让谁工作起来呢 还要让EC工作起来 明白哦 要让它工作起来 要让EC和BIOS 这两个东西 先工作起来 为什么 因为 上电的这个先后顺序 是存在BIOS里面 然后具体谁去管呢 就是EC去管这个电 产生的先后顺序 EC去管的 各位 那既然我们现在 主供电产生了 我们要接着 在往后产生电 首先得让这个管理员 先供电 他工作起来的 他才能安排 谁先出来 谁再出来 谁跟着再出来 所以就是要让 第一时间要让EC和BIOS 工作起来 因为后面的电 要想出来 都得经过它同意啊 经过它管理 才能产生 明白哦 这就是我们的BIOS 背面就是那个EC 就是EN1的那个东西 就是它们EN1的这个芯片 很多角 这是个电源管理芯片 看到没 很多角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EC 好 再来 Lumbo 又为什么要它产生起来 就是这个意思 只有EC和BIOS 工作起来 才能管理 电源的商店时序 EC和BIOS 工作起来 才能管理后续电压的产生 管理后续电压产生 明白哦 这是第二大电路 第三个电路 我们静态有两个电路 一定讲的 静态的第三个电路 静态 第三大电路 静态的第三个电路是什么呢 就是待机三五幅的产生 待机三幅 五幅产生 待机三五幅到底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的EC和BIOS 要工作了 工作起来之后 它开始管理电源 它开始管理的第一个电源 就是待机的三幅和五幅 为什么要待机三五幅 因为我们等一下按开关 按开关的那个开机信息是交给谁 就告诉给谁呢 最终是告诉给蓝桥了 明白哦 那我们待机三五幅 就是提前要让蓝桥工作起来 三五幅就是给蓝桥供电的 因为我们等一下一开机 一按开关 这个开机信息就要报告给蓝桥 如果蓝桥都没睡醒 等于他自己没工作的话 你报告给他 他也不知道啊 所以我们在静态 就要让他工作起来 明白哦 待机三五的产生 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 当EC工作起来后 当EC和BIOS 工作起来后 首先管理产生 首先管理产生什么呢 产生待机三五幅 为蓝桥内部 带机谋块供电 同时也是为暗开关做准备 为暗开关 蓝桥 能正常收到开机信息做准备 这就是我们待机三五幅的产生 它的一个原因 就是这样子 好的好的 群星我知道了 我单子都给你写好了 但是就是那个顺丰 晚上的他没过来搜 他说因为我们这里每天 全国各地寄修的主板非常多 我们一般都是 四点半五点的样子 他会来搜啊 一天他会来 我们这里搜很多快递 学生也会发很多快递 所以他收了之后他就回去了 再叫他来搜 因为都搞得很熟了 所以他就因为他每天都要来我们这里的 一般会来两趟 送件的时候他就会 早上会来送一次嘛 送一次他就会带走一些 可以都用微信支付吧 所以明年一大早就会给你们发出去 好我正常讲课啊 还是先正常讲课 那个静态我就介绍到这里 第二部分 好你现在还没有按开关哦 你这三大电路工作了之后 他还是没有 我们的机子还没有按开关 现在可以按开关 当静态准备好了 我们才能按开关 按开关就是什么呢 就是动态了 明白哦 按开关就属于 动态 动态是什么 就是按开关之后 它这个过程是到CPU复位电压产生 CPU复位电压产生 按开关之后 到CPU复位电压产生 那这里 就是一个完整的 我就把它连续写完 当按开关之后 我先写完哦 然后我跟各位再解释 现在你静态准备好了 才能按开关了 EC首先收到 开机信息 你按开关 那个最先 开关就连着EC 但是它马上会把这个信息 报告给蓝桥 所以为什么在 在待机部分 要让蓝桥工作起来 也就是这个意思 首先收到开机信息 是吧 EC收到了 EC 立即将此信息 报告给蓝桥 报告给蓝桥 然后蓝桥 收到此信息后 收到此信息后 Sleep SLEEP 它是休眠的意思 你先静下来 到时候我会给各位解释 发出Sleep信号 给EC EC去发出 各单元电路 各单元电路 供电 所需的触发信号 按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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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 产生各单元电路的供电 如 比如什么呢 内存供电 再到什么呢 北桥供电 再到我们的什么 显卡供电 再到我们的什么 硬盘 硬盘 光区 声卡 网卡 等供电 当以上供电 都OK后 都OK了 是吧 才会产生CPU 才会产生CPU 供电 记住 所有的板 CPU供电 是最后一个 此时产生CPU 供电 此时才产生CPU供电 CPU供电的产生 标志的供电完成 标志大的单元电路供电完成 标志大的单元电路供电完成 开始工作 时钟芯片了 开始工作 产生CPU 南北桥 显卡 等工作频率 等收取的工作频率 这个工作频率产生完之后 频率OK后 南条首先产生复位 送给北条 北条再产生复位 送给CPU CPU 送给CPU CPU复位产生 标志着 上电完成 这是第二大步 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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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按开关开始 到CPU 复位 电压产生 这个CPU 复位 电压产生 就标志着 我们整个主板的电 都已经OK了 这个电产生 你看到没有 这所有的电产生 我已经说了 它都是有先后顺序的 这个先后顺序就是在静态的时候 EC和BIOS去工作起来的 然后在动态 你一按开关 它就开始管理这些 电产生的先后顺序 让这个内存先出来 再让北条供电出来 再让显卡供电出来 再让硬盘 光区 升卡 王卡 这些供电 一个接着一个出来 最后CPU 的电再出来 CPU电再出来了之后 时钟芯片 就把那些 CPU啊 南北桥 所需的工作频率发出去 然后再次 南桥复位 送给北条 北条再产生复位 送给CPU 就是CPU的复位 CPU这个复位产生 我们这些CPU内存 北条 南桥 显卡 就 条件都已经满足了 它就在等了 这个时候 我就准备开始工作了 开始工作 CPU怎么跟北条工作啊 北条怎么去控制南桥啊 显卡又怎么跟北条发生关系啊 那就会进入到第三步 开机寻置 自己 我们第二步完成 我们注意了各位同学 我们从按开关开始 平常你应该有个经验 平常我们一台笔记本 我们一按开关 大概多久 一秒到一秒半钟的时候 我们这个屏幕就亮了 在这一秒到一秒半钟内 它完成了两大动作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动态 把所有的电都产生完成了 这么多过程把这些电产生完成 又什么时钟工作 又什么复位电压产生 这只需要 可能半秒多一点点 时间 还有半秒多时间在干嘛呢 就是CPU要寻置 自检 CPU寻置 自检完成了 我们这个屏幕才会亮的 明白哦 动态就是这么个意思 好各位可以写一下 写一下之后 我们就开始介绍一下 第三大过程 开机寻置 写完的同学回复个1 我们再接着讲 好我们接着继续 第三步 开机寻置自检 开机寻置自检 开机寻置自检是怎么回事 我先写下来 然后跟各位解释 这是建立在第二步的基础上 当CPU复位完成后 CPU首先会 沿着BIOS CPU首先会沿着 会沿着错了 FB线 会沿着FB线 到北桥 到北桥 北桥 通过DMI总线 到蓝桥 蓝桥通过什么呢 要PC总线 到EC EC通过 XBUS总线 到BIOS 去读取 去读取 他为什么这样一路下来 到BIOS呢 他第一个动作就是这样子 去读取 厂家写在 BIOS里面的 开机自检顺序 开机自检顺序 每一个厂家 CPU自检每一个硬件它都是有个先后顺序的 这个先后顺序 都被厂家已经写在 刚才我们展示的 那个BIOS芯片里面去了 上电的先后顺序 那个电压产生的先后顺序 也在BIOS里面 电产生完了 CPU要到BIOS里面去读 这个自检的先后顺序 你叫我先检查哪个 我就先检查哪个 再检查哪个 我就再检查哪个 那么这个自检的先后顺序 是CPU一工作起来 第一时间 就要跑到BIOS里面去 读到的 它读到这个先后顺序了 它才能开始自检 明白 CPU首先 复位完成 它就跑到BIOS里面去读 读到这个先后顺序 按照该顺序 开始 逐个自检各硬件 按照该顺序 足迹 足迹 自检 各硬件 明白哦 足迹自检各硬件 如果CPU能够到达BIOS 到达BIOS 到达BIOS 此时 诊断卡的代码 我们维修有个诊断卡的 将会 从FF 或者00 向下一集代码 发生挑变 如果CPU 到不了BIOS 也就是说 CPU沿着FSP 总线到北条 北条 就不能到达蓝条了 那也叫到不了BIOS 只要CPU到BIOS 这条通路当中 任意一个出了问题 都将导致到不了BIOS 如果CPU到不了BIOS 此时诊断卡的代码 将会显示 FF 也就是说停在FF 和00这里 如果它没问题 能够到达BIOS 并且能够读到BIOS 它就向下一集代码 开始挑变的 如果读不到 它就是在起始代码 FF00这里 当正常 当读到代码后 读到后 CPU首先会 CPU CPU 它有顺序的嘛 一般大的顺序 是CPU 内存 内存过了之后 内存到哪里了呢 就到我们的 过了内存就到显卡 过了显卡 就到我们的蓝桥 过了蓝桥就到我们的 什么升卡 王卡 再过了 再过了到我们的 EC 再到BIOS CPU 每字简一个硬件 代码 订单卡 都会有相应的代码 发生挑变 同时 电流表的电流 就是各位买的那个电流表 直流文化电源 电流表的电流 会 以 超过 0.02安的 幅度 快速挑变 快速挑变 维修时 可根据什么呢 整特卡的代码 和电流表的电流 来判定故障范围 当字典全部完成后 Bias 会引导 从某设备 某设备如硬盘 或者是光驱 或者是U盘 启动 进系统 此时主板完成开机 也就是我们这台电脑 屏幕就亮 完成开机了 这里我说明一下 这里我想加一句话的 我想加一句话吧 我想加一句话 漏写了一句话 同时电流表 整单卡的代码会发生挑变 电流表的电流也会超过 0.02安的幅度快速挑变 当字典到某个硬件通不过 如果是自检到某个硬件 有问题是 整单卡的代码将停留在该硬件的代码上 整单卡的代码将停留在该硬件所指示的代码上 停留在该硬件所指示的代码上 同时电流也停止 加上这句话 微小时在可根据 不然到时候你看不懂 好 我简单解释一下这一段话 就是说我们CPU复位已经完成 它立马就会怎么样 装着CPU装着内存 它就开始进入到第三步 开机之点 开机之点 首先它要寻置CPU首先会沿着我们的 我把录像打开 把我们那个主板打开 CPU首先第一个动作它是干嘛呢 CPU CPU这里首先会到北桥 它到北桥去干嘛呢 它中间有个线路相连的叫FSB 通过这个通路通路到达北桥 北桥再通怎么样呢 北桥跟蓝桥之间有一个线路连接叫DMI 北桥通过这个DMI总线到达蓝桥 北桥到达蓝桥 蓝桥再连着我们的EC 蓝桥就到达EC EC又到达我们的BIOS EC又到达BIOS 去读取厂家写在这个BIOS里面的开机质检的顺序 开机质检的顺序 CPU现在读到了 CPU再按照你的意思 按照BIOS里面厂家的意思 我先检查内存 再检查这里的显卡 再检查我们的北桥所下面控制的蓝桥 再检查深卡啊 玩卡啊 那些东西 明白哦 逐个逐个的字检 字检 每字检一个硬件就会有一个代码发生挑变 每字检一个硬件就会有一个代码发生挑变 如果字检到内存通不过 就会有内存的代码 维修时我们只要看到那个代码 我们就知道这是内存出了问题 同时你每字检一个硬件 到时候给各位演示的时候 那个电流表的电流也会发生挑变 并且是快速的大幅度的挑变 如果字检到内存通不过 它就停在内存那个代码上 同时那个电流表的电流也不会动了 我们维修的时候可以根据那个代码 根据电流跳变的次数和幅度来判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如果一切正常呢 字检完成这个屏幕也就亮了 此时如果你插的是硬盘 那就从读硬盘进系统 那么这个开机的过程 CPU自检 虚子自检的这个过程 也只需要半秒钟 它就搞定了 因为你一按开关 差不多一秒钟左右 你这个屏幕就怎么样 就亮了嘛 是不是啊 所以它要完成动态 还有开机寻置自检 明白哦 它要完成开机寻置自检 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那么今晚呢 我是把这三个过程介绍了一下 各位心里只需要有一个谱子 这个谱子就是什么 我们现在 刚开始是先要从静态开始讲起 就是那个电怎么进去的开始讲起 后期再慢慢讲到动态 每一个电压的产生 时钟工作 复位电压产生 再来讲开机寻置自检 开机寻置自检 讲完了 屏幕亮了 我们再来讲功能课 USB怎么用呢 声卡有没有声音呢 网卡能不能上网呢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课程就是根据这个电脑的开机的过程 我们来讲的 现在你明白了 什么时候屏幕开始亮 那是要等到我们的什么 等到开机寻置自检完成了 我们这个屏幕才亮的 所以有的客人 经常拿电脑拿到我们这里来修 他就问 你这个 我这个电脑屏幕不亮的 是哪里的问题 你这个屏幕不亮 现在我给各位解释了 现在我给各位解释了 我们那个屏幕要亮 是不是要走过三个过程 到了第三步 它才开始亮的 所以一个外行来说 他说屏幕不亮 屏幕不亮 那修哪里 是不是屏坏了 能导致屏幕不亮的范围太大 如果你的电在静态送进去就有问题 主供电都不能产生 是不是屏幕就不亮 是吧 屏幕还是肯定不亮 到哪里才亮 到开机寻置自检 自检过了显卡才亮的 明白了各位 如果你内存 内存的供电没出来 也就是动态内存的电都没有 根本就不会到达CPU 寻置自检 屏幕能不能亮呢 依然不能亮 CPU复位没产生 还是不亮 内存没插好 也不亮 那自检内存就自检不过去 显卡有问题 屏幕不亮 CPU没插好 CPU根本就不能去读BIOS 屏幕不亮 所以说这个屏幕不亮 那是非常大的一个范围 但是我们 真正修的时候 我们就要根据这个三个过程来修 客人给你一台机子 说屏幕不亮 那我们一看 现在大的方向是要断定它 是处于静态 还是处于动态 还是处于开机寻置 这个部分 明白哦 各位 先还是要听我讲 我刚才讲的各位有没有明白 就是说我们拿到一个故障 首先要做的是 看我们这个故障 处于这三个阶段当中的 哪一个阶段 我们再去 细查 比如说 CPU复位都没出来 那我根本想都不用想 就不去查什么开机寻置之前 不用考虑了 CPU复位没出来 那我得看一下那些供电都有没有 时钟电路工作了没有 就是产生那些工作频率有没有 是不是 大的方向是 按开关得先有反应吧 再看一下CPU复位 也有没有 那就是按开关之后 到CPU复位这一段当中 到底是出到了哪个电 出到了内存的电 还是出到了显卡的电 按这个顺序来查 明白我的意思 各位同学 好 我们今晚就先到这里 各位有什么问题 可以短暂的交流几分钟 然后呢 先听我说 我明天晚上想一开课的时候 我就准备一个电流表 准备一个万用表 我想把今晚的过程 通过我们那个高清摄像头 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明白哦 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看静态 有没有待机三五福 看动态 会不会产生CPU复位 看开机寻止 又是怎么样一个过程 明白 好 明天下午 看情况 如果有交流 我就立马跟大家有空交流 我就立马交流 我是说这个动手实践的课程 我想拉到明天晚上比较正式一点 大家都有空的时候 一起交流 各位认为如何 我们那个课程表是那样子排出来了 但是我们随时可以穿插更好的内容 就是说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我很想让大家看一下 对 各位先听我说 我很想让大家比如说今天晚上讲的这个东西 我很想安排一些正式的课程去演示 这是我今天晚上所讲的 所以我想把这个动手的课程安排在明天晚上比较正式一点 大家都在的时候 因为这个也蛮重要的 对 比如说后期有一些不是特别正式的课 随时可以交流的 那我们就随时下午交流 勇往之前没有问题吧 因为这个东西不让每一个人看到这个开 这个静态动态开机寻指 这个过程的话 大家还是有一点 怎么说呢 有一点有点懵懵的是吧 还是想真实的看一遍比较舒服 明天我会带大家脸 好今晚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参与了VIP班的第一节课 后期我们就这样讲啊 一般周六周日是没有课的 大部分的时间应该是安排在星期一跟星期五 星期四是没课的 星期四是实地培训这边全体休息 我也想完整的修一个整天 就是这样子 所以星期四我一般是会休息啊 我想陪下我的家人 陪下小孩 还有各位问问题 问问题 看明后天我们那个老师就回来了 到时候我想给大家商量一下 如果能尽量集中的问问题比较好 有的人半夜12点还在跟我问问题 还在QQ里面问问题 有的时候我刚一睡 然后手机叮咚响一下 我要拿出来看一下 有时候是叮咚叮咚叮咚 连续想好几下 我说这个人肯定很急 我把手机拿起来 而刚刚睡下去 或者又有几个人问个不痛不痒的问题 这种的还是有点影响我休息了 一般大家尽量集中在课堂上 或者是说白天的时间问 我后面会白天会很有时间的 我基本上随时都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 从15号以后就是中秋节过后 我比较有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可以的 因为我不会在实地培训整天上课了 然后比如说这个时候10点的我回去 我有两个小孩 一个在上幼儿园 一个一岁多 然后就要带他们睡一下觉 他们又很闹 然后你们又在不断的不痛不痒的问题 这样都问的 一句话又解释不清楚的那种 就有点 除非你非常紧急 可以晚上再问我一下 都可以 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如果你还是比较紧急的问题 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 QQ打字我还是不太喜欢打字的 又慢 明白我直接发原因比较好一点 诊弹卡差在哪里 好 诊弹卡看一下 明天我把这些小东西给各位展示一下 诊弹卡 我把那个图掉出来 各位你们拿到板子了就非常好了 诊弹卡差在这个地方 看到没 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原本是差什么呢 差WiFi模块 差我们的内置无线局域网卡 那么你修机的的时候 可以把内置无线局域网卡给拔下来 然后插个诊弹卡 插在这个上面 明白 就可以监测我们这个电脑 显示的是什么代码 对 有台式级的 有笔记本的 这两种诊弹卡是不一样的 台式级现在新版用的是PCIe的 那种也是短短短短的那种 那种现在还比较贵 那种普通的PCI的诊弹卡只要十来块钱 我有 我不生产这个东西 但是我这里有用的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帮你看看 有一种的那种 那种也可以 明天我把这个图片放出来 放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好勇往之间 可以可以可以 那你就要稍微等我一下 这些东西都需要时间 稍微等我一下 好各位 那个 呃 什么 那个没有发地址电话的同学 也尽快发地址电话联系的 发到我QQ上 到时候明天一大早顺风来了 就叫他拉走 明白啊 还有那个钱的话 你们就转到我的微信就好了 台式级有的台式级有个PCI插槽的接口 PCI插槽的接口啊 不是这个 也有一个短的 PCIe的那个短接口 而今天晚上我们有准备了个台式级过来啊 到时候我把台式级也准备一块放到我身边 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今晚就到这里吧